大家好,是荣儿 今天我们来做蓬松柔软又简单的葱花饼 很多人做葱花饼虽然好吃归好吃 但总觉得不够松软 吃起来不是脆的,就是硬的 那么今天就来分享一个葱花饼既好吃还简单的方法 面粉300克 酵母0.5克 温水180毫升 这里酵母只能放一点点 目的不是为了发面 而是为了提高面饼的蓬松感 让成品吃起来更松软一些 用筷子搅拌至没有干面粉后 静置5分钟 上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不用过度揉面 该保鲜膜静置1-2个小时 静置后的面团不用揉 像这样抓光滑就可以 面板上撒干面粉 擀开,擀薄,先擀成一个大面片 撒上少许的盐 想是偏咸还是淡一点,这一步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再均匀地刷上一层食用油 撒一层薄薄的面粉 这一步不仅可以起到分层的作用 还能使成品更加的香酥 最后一步撒上葱花 从上往下卷起 分成小面剂子 大小随你们自己定 没有关系的 捏成两边的切面 然后按扁 该保鲜膜松弛5分钟 擀时间的话也可以忽略这一步 就从你第一个做好的饼开始擀 擀开,擀薄 生胚就做好了 平底锅提前预热刷油 放入饼皮 饼皮上面也刷一层油 盖上盖子,用大火烙 大约30秒左右开盖 翻面继续烙 面饼鼓起 表示熟透 翻一到两次面即可出锅 不用总是来回的翻 容易导致葱花饼的水分流逝 这样做的葱花饼 不仅是满满的葱花香味 海外皮酥脆 内里喧软 层次也多 口感一点也吃不出来发面的感觉 但比普通的葱花饼又多了一份柔软 喜欢就点赞 收藏关注我吧